最新转会,法国新核心加盟切尔西,曼联大退进无处可去,随着冬季转会窗即将开启,已经暗流涌动的欧洲球势又开始风起云涌,谁家会在一月份震撼欧洲,那位球星又将转战新东架值得关注。 根据太阳报的消息,切尔西主帅毛利奇奥,萨利希望法国对中场核心,利昂的中场组织者费基尔转会到斯坦福桥,并已经就转会的相关事宜,与他进行了交谈。 费基尔在世界杯之前就已基本确认将加盟利物浦,两家俱乐部原本已就费基尔的转会费达成共识,球员也和利物浦谈妥了合同条款,甚至完成了转会例行体检。 但是在最后时刻,利昂官方突然宣布终止了与利物浦有关费基尔转会的谈判,英国媒体《竞报》认为,利昂该方面终止谈判,可能和利物浦最后时刻压架有关。 而另有媒体报道,费基尔的稀伤让利物浦心存疑虑,在此基础上,利物浦要求利昂降低之前双方谈妥的转会费,罚假净率一怒之下选择终止谈判。 此后,这位法国国角又和拜仁慕尼菲,皇家马德里和切尔西联系在了一起,太阳报援引报道说,萨利试图抓住主动权,报道说,萨利他已经告诉费基尔,如果法国人能来切尔西,他将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争取签约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因为马德里和拜仁也对其虎视眈眈,每日电讯暴衬, 一月份的曼联可能会有很多变化,但是桑切斯的离开步,会是其中之一,最近的报道暗示桑切斯希望巴黎圣日尔曼能够为他转会,声称这位前阿森纳球员感到孤立,但每日电讯暴说,曼联和桑切斯,担心他们彼此陷入僵局, 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他的签约,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最近以来,桑切斯在球场上的挣扎和签下他要付出的代价,已经让其他俱乐部望而却步, 同时,和在莫里尼奥继续瞄准一名新的中后卫,国际米兰的米兰斯基里尼亚尔和托特纳姆的托比奥德维雷德在他名单上排名靠前, 这可能意味着乌埃里克败利的曼联之路的终结,尽管每日电讯报说,目前还不清楚老特拉弗德高层是否会同意出售他,而马克斯罗托也可能离开, 另一方面,萨米尔纳斯里肯定会在西汉姆联与他的前曼城主教练曼妞尔佩莱格里尼重聚, 根据禁报的说法,现年31岁的纳斯里曾在曼城与西汉姆联现任主帅佩莱格里尼共使,去年下创他离开曼城加盟吐超的安塔利亚体育, 但随后,他因为违规接受注射治疗被欧足联禁赛,此前有报道趁纳斯里将签署一份每周8万英镑的合同, 直到赛季结束,人们担心这位31岁的中场球员,可能在1月初还没有准备好上场,那时他的禁要期刚满, 但劲爆补充称,西汉姆本周将做出最终决定,并表示这笔交易,在原定计划中处于平衡状态。